劳动部长何佩山在昨天呢是请辞了 那行政院表示说 劳动部考机会呢是已经依法定出了程序做出了决定 那昨天下午呢他是当面向卓龙泰院长提出了辞呈 卓院长呢也是准辞 并且指定了由劳动部陈明仁常务次长 站带代理执行业务 而对于呢各个部会不断爆出的霸凌案件 卓龙泰只是要在一周之内 也就是呢就目前所接获的申诉案件完成调查 并且把这个调查的结果提报给行政院掌握进度状况 这是目前我们收到最新的讯息 好不过我们来看到呢整个事件发生之后呢 舆论都沸腾起来 根据了伊电市的报道 死生的母亲得知艾子生前遭到了霸凌 痛哭只求不要官官相护要还他清白 而他的一名同事呢 在吹哨者的Trace呢就爆料说 疑似呢死者家属写给媒体的文字 上面写着非常感谢各界的对此事关心 我们对他的离去万分的哀痛震惊 也想要知道他在工作上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受到什么样巨大的压力 也让他忍心抛下挚爱的家人们 而此事呢现在是移送到的检调调查 我们不便对外发言 也特别请媒体朋友 特别体谅他年迈的父母是白法人送黑法人的悲痛跟心酸 不要来打扰 让他们在每天心毒刀割之外 还要承受各种的惊吓 这不也是一种欺凌吗 他说呢这个现在只有无止境的眼泪 所以拜托媒体朋友们行行好感谢 所以看到那是有这个同事呢 在这个trade上面的发了这样的一篇文章 不过我们看到呢 整个案件还是持续在延烧 警销第一场时间到现场的时候 竟然是用轮椅来搬运遗体 甚至呢警方还把这个遗书 先传给了涉嫌霸凌的分属 而最新的录音档也曝光 分属长谢怡荣在看到遗书之后 他口气严厉下了封口令 要大家不准再谈论霸凌 三十九岁的无姓公务员 传出受不了分属长霸凌 十月四号在劳动部办公室轻声 而检调搜到两封遗书 但离破事遗书第一时间 并没有给家属 却直接传真给该被调查的北分属 而最新录音档也曝光 分属长谢怡荣口气眼里狂妄 要求大家对霸凌案封口 检察官把涉及案情的遗书交给传言中的加害者 这会不会太离谱 部长讲的云淡风清淡各界厅的一肚子祸 既然将这些相关的遗嘱内容 直接用传真的方式传给分属长 恐怕已经违反了侦查不公开原则 不只交付遗书晃腔走板 还传出五姓公务员 在劳动部亲身当天遗体不但没盖白布 还是坐着轮椅被送出去 网友怒轰遗体坐轮椅搞得像活着一样 是在掩哪一出 而坐轮椅是能CPR吗 是帮谁遮丑 简直太离谱 新北校访局解释 因为当时一体人有于温飞外传的 轮椅运尸而视作死担架 但这种解释连卫副部长都不认同 有关一条人命连遗书都先给疑似 害他送命的霸凌者 黄枪左板的观光相互成了霸凌者的折袖部 罢凌案件持续的发烧 而总统赖清德今天是现身道歉了 他强调会严查严办 还还给同人和家属一个公道 未来也会检讨法令 我要再度向日前离世的劳动部同仁 表达哀悼以及不舍 向家属道歉 同时也向受影响的同仁表达歉意 政府对这个事情的处置态度是 第一 严查严办 还给离世同仁以及家属一个公道 并且向社会大众交代 因此行政院已经采取断人的措施 进行处罚 包括劳动部分署 谢宜荣两大过移送惩戒 蔡孟良署长一大过调离县职 并且全案移送法办 劳动部和佩山部长也已经请职获准 第二 政府会以此事件为戒 避免类似的情况再度发生 中央政府要与身作折 要积极检讨 当前在各部会各单位里面的案件 迅速查办 不容 使不幸事件再度发生 同时行政院也应该要积极检讨 当前各单位的反霸凌机制 是否周全 有没有落实 第三 我们要在台湾社会建立一个有尊严 而且友善的工作环境 因为霸凌跟不法侵权 是公司单位都要面对的严肃事情 中央政府要带头 以身作折 同时地方政府也应该要进行 那我们未来也会检讨法令 如果不足该修法的地方 我们会修法 建立完善的制度 同时也推动 主管应该要有同理心 同理同仁的辛苦 并且要建立顺畅的沟通管道跟环境 如果同仁有什么困难 也有辅导解决机制 就是避免同仁遭遇到困难 然后发生不幸的事情 劳动部劳法署职场霸凌案 遭到两大过处分免职的分署长谢一荣 透过的声明强调 申雇案件跟他个人领导风格无关 对此立委赖世保表示 总统格魁道歉了 他还是态度强硬不软化 这背后的靠山是高度远高过总统吗 看起来他是这么的强硬 总统道歉 院长道歉 部长道歉 他还是不买账 他还是不软化 你就知道他背后的靠山 那个高度远高于总统了吧 看他现在已经进入调查 会不会他现在持续审营 会不会担心他其实在创工 会不会是在做一些误寻 这个就看调查单位 检调方面怎么去处理 现在连都应该要进来了 因为他也被踢爆了 这些乱用公堂去聚恶的请客 送礼 买礼物等等的 所以那就看检调 他动作快不快了 K.S.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 它添加五种EGF 专门防止肌肤老化 强化皮肤修复 增加肌肤弹性水嫩 轻松扶平皱纹 换回青春自信 K.S.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 火肤露 全胶精华 精华霜 即刻启动动力密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